民進黨目前的農業政策 是有大撒幣的補類政策 他沒有一個長期的改進計畫 陸批民進黨只會大撒幣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可穩哲 起好上午公布農業政見 但是選情不斷下滑 也讓他召集了 守法立場開始搖擺不定 勝率是我內心的想法 特別是對年輕的族群 要思考一個問題 你們真的還要再回到過去 藍綠那個兩極對抗那個漩渦 前一天說自己內心深綠 隔天馬上改口說要跳脫藍綠 提到外交政策卻又出現大轉彎 我說我們就是按照小英路線 不然你想怎樣 我想我們沒有民進黨的包袱 所以比他更靈活 一方面堅定自己的深綠背景 一方面卻又向藍銀喊話 你放心好了 最後三天就會冒出來 嘴巴說要跳脫藍綠 但卻又藍綠選票都想要 更被前幕僚 吳靖怡諷刺把台灣政壇光譜 開到最大 更大酸他是政治劈腿男 本來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一條腿 就是劈向所謂 比較屬於親共的那邊 今天卻又表態說 他其實是這個墨綠的 所以也就是說 他希望他可以把極藍的部分 到極綠的部分 他都可以拿到 所以他的光譜就是非常的大 柯文哲講好聽點是務實啦 講不好聽點就是現實跟投機 那政治變色人本來就沒有一個 就是一個中心思想 所以他哪邊有票 他就往哪邊走 儘管柯文哲直言當醫生不問藍綠 但態度卻又左右逢淵 蹭藍又蹭綠的多變立場 也讓人看了一頭霧水 歡迎新聞 宋君一科指引新北採訪報導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0 0 1 1 3 1 感谢观看